2001到2008 这个时间是中国命运 真的是最多揣的时候 大家知道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江总书记 把权威交给了胡锦涛 胡锦涛当时交权威的时候 有一段北戴河的对话 江泽民先生不想交出军委主席 召开了军队的以十浩田、王瑞林等大佬们 军大佬们到家吃饭开会 就是讨论是否把权力交给十五大、十六大 这个交给胡锦涛的事儿 他的意图是不想交 后来王瑞林先生拍案而起 说这个问题泽民你还想讨论吗 当时邓老有交代 你也有承诺 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讨论的 当时邓小平的蔡山说 他现在还是党员 也是老委员、张国伟委委员 他是郑人 你不能现在推翻这个结果 甩袖而去 当时军委副主席张曼年、十浩田等等 老革命在一起翻眼了 这被王瑞林显厉害了 过了没几个小时 江泽民先生给王瑞林打电话 说王衍平同志炖了绿豆汤 给你送来玩去 这就是著名的绿豆汤事件 绿豆汤事件缓和了局势和军方的紧张 最后还是将权力伟大的交给了胡锦涛先生